最近在打单牌发现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第一没有救人尾 第二没人搬奶酪 第三没人推奶酪 第四没人破墙 然后一把游戏就这样输掉了 所以我决定把所有的事情都做 当然除了救人这种小事 首先我们开局先召唤昆昆 然后陪我们一起拿一块金钱蛋糕 蛋糕就足够了 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 只要确保自己没有爆掉就可以了 恶魔有一个优点就是 不管你的奶酪刷到再差 但是我有技能 我就能改变一下奶酪的位置 这样的话 搬奶酪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猫的位置我们已经确定在高台只有两种打法 第一去女巫 直接钻管道 然后去高台推高台的奶酪 第二在这等着 如果确定了猫的视野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水城继续推奶酪 只有这两种打法 当然了我说的是恶魔的打法 因为恶魔必须要升到六级之后 他才可以起来 恶魔起来之后 他才能变得更加强大 他强大之后 他能变得更更更加强大 如果一个不强大的恶魔 他能做什么 他能怎么做 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然后恶魔就没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掉 一块奶酪 两块奶酪 三块奶酪 四块奶酪 五块奶酪 开墙进洞游戏结束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只要退彎奶酪打开墙 这把我们就赢了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 我们队友快飞了 但是跟我们恶魔又有什么关系 猫的走位很明显是向我们靠近的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小心 有表情了 我们就要撤一波看到没 猫过来偷袭我们 他没有偷袭到 我们队友还得救 那么这一波我们就是变向拉扯 虽然我在推奶酪 但是我也在打拉扯 这就叫做高手 我的队友在被追 就是为了给我争取时间 让我推奶酪 所以他做到了 我也做到了 他被猫抓到了 问题他妈 问题不大 我也把我的奶酪推完 所以这一波就叫做永远不亏 然后我是想推奶酪 但是这个过山车直接把我推下来 推下来就算了 我想上去的时候 他又把我推下来 很明显 他不想让我推奶酪 不想让我推奶酪 我只能做一个选择去救队了 所以我决定先刷一个 82年的小护盾 然后我们准备好 过去直接救队友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 我们的队友又倒地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轻轻松松救下自己的队友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救完队友之后 我们就不用管他 我们直接去推奶酪 有什么事情比推奶酪香呢 当然了 我的队友跑得比我还快 那我只能勉强的 再救一次队友 毕竟我的投资还算可以吧 但是我们是没有无畏 所以我刷了一个盾 趴的一下很快 我就来到了牛城堡 队友不搬奶酪 我们来搬队友不拔岔子 我们来拔队友不踩架子 我们来踩 我们是恶魔 我们是无敌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 先搬下奶酪吧 别说那么多 猫这时候有可能过来抓我们 但是问题不大 很明显的 实际上是有护盾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再刷盾 然后再去踩架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再次推奶酪 他拿我有什么办法 怎么又有一个岔子 这时候贴人在踩架 所以我们立马把岔子拔掉 但是我拔了一半 突然发现我没有拔 但是我拔了吗 我肯定是拔了 所以这时候我决定 把叉子直接拔掉 很明显猫这时候要绑秒飞 那就给了我们一次机会 知道吗 他绑秒飞的话 我们把奶酪推完 我们堵一下 强风就会出现在我面前 如果出现在我面前 真的出现在我面前 兄弟们直接开无限门 这东西还用犹豫吗 还有响吗 直接一把游戏就结束 这时候只要杰瑞走位 稍微好 那么一丢丢 我们就直接获胜了 先过去直接开一下无限门 旁边还有一个高尔夫 直接拿起高尔夫 准备好直接进墙 我的队友倒了 但是问题不大 第一时间赶快去买罐子 如果不买罐子的话 猫钻管道我就追不上 这时候猫没有点泡泡机 还有机会 还有救星 那么一个罐子 直接救下自己的队友 看着猫玩家到底 我摸了要相信你的眼泪 我知道时候该说再见了 青山不改绿一场 猫玩家我相信我们很快 就会再见面的 所以我想知道 恶魔是不是这样玩的